蜜蜜蜜蜜蜜 歡迎歡迎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酷酷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來看一下 我答 誰必修 總統大選前 拿檔ETF最會獎 我們告訴大家歷史經驗 有人會告訴我們 有些股票會漲就算了 ETF會漲 因為現在ETF最熱門 對啊 因為婆婆都罵向之前ETF 以前說ETF幹什麼 什麼ETF是什麼東西啊 ET嗎還是什麼 F還是什麼東西 現在都知道了好不好 所以ETF每次游就有點閱率 大家都想要知道 我們請到三位最專業的分析師 來來來 第一位 歡迎江柏忠 技術分析大師江江老師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主題 就我而言非常有興趣 不要囉嗦 趕快跟我講是哪一檔 好 不行 準備去ALL IN 不行 要快一點 不行 那你們要的話 等一下自己快轉到最後一段 好不好 好 來好 江柏老師的LINE 來來小組 WIN58899 WIN58899 第二位 何基鼎分析師 哇 客家一根 三鐵 那個鐵人 基鼎老師 毅力爆發力十足 老師 精打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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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每年都有那個總統大選 不是每年 就是每一次總統大選 都有非常不錯的行情 那到底要怎麼選ETF 其實我這真的也是蠻有興趣的 而且最近那個選舉 其實也蠻熱的 很多那個選舉的事情都不斷的跑出來 所以我真的也蠻有興趣知道ETF 可以看哪一檔 你講總統大選 這次真的蠻好玩的 等於三強頂力 三強嗎 柯文哲還是只用二十幾% 很少 還是你覺得柯文哲不算是強 我覺得好像那個 郭董好像還是很想要的感覺 你覺得蠻蠻蠻欲動喔 我也認為他想要 可是他如果再出來就變四強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贊助勝算太低了 我覺得他在等那個 侯友宜一個月的民調 就是如果一個月的民調 看他沒有起色的話 他就要開始就是 你說換柱這樣的 換侯友宜這樣 我認為這事情不會發生 我覺得這很難啦 我覺得很難啦 這個前面那個 前那個 中式單家主播 你知道中式很純的嗎 政治是才很純 他在搖頭 不過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三強頂力 因為已經好久沒有站三強頂力了 大概算是2000年的時候 2000年什麼 還在幹嘛 馬英九 不是馬英九 那個誰 阿扁 他叫誰 那個宋楚瑜 跟連戰 那時候三強好不好 2000年的時候 來 請教 這基底老師的line就 還是要講一下 小阿鼠GD1788 小阿鼠GD1788 基老師的line也是很多人加的 要加好不好 你可以問他一下 選股的毅力是什麼 選股的藝術是什麼 好不好 賣力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小阿鼠GD1788 第三位 我們今天主講者 陳維泰老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能夠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選舉之前的這一年 行情要怎麼走 然後ETF要怎麼選 怎麼選 行情要怎麼走 怎麼走呢 ETF要怎麼選 老師請上台 來介紹這個商務艙的客人 這個應該是 這比較拼向商務艙 基底老師就是 基底老師就是一般餐的 或者偷渡的 你的位置在這兒 他不是沒有錢 還是不想付錢 基底老師上來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游泳 請給我一個救生圈 他不是沒有錢 他是不想付錢 他也不是不想付錢 他不想要付貴的錢 付貴的錢 這個真不錯 打折可以去啊 打折可以去對不對 來 那我問你一件事 今天如果是商務艙 商務艙變便宜 比平常便宜 然後普通餐比平常貴 那你會選什麼 可是總價還是商務艙比較貴 總價還是商務艙比較貴 如果差異不大的話 我會覺得要商務艙 還是商務艙嗎 差異不大的話 差異還是有很大 只是商務艙打折的折數很大 那其實 睡一下就過了啊 好不好 好 好 很節儉的回答 好不好 節儉有兩種 那個節儉 那個 那個 拜託 不要打錯字 就是很節省的節 好不好 老師 真的很節儉的回答 老師 那沒關係啊 那個 他也是好男人啊 好不好 老師 可是我感覺你也是蠻 你也是跟我英文名字一樣 Jason 很Jason Jason 你也是Jason Jason 不是耶 我不是 你還好 不是Jason 我是說你也是一個很節省一個人 我懷季老師去那個藍城經醫師去那個搭帳篷 藍城經醫有帳篷嗎 他到戶外搭帳篷 那時候疫情期間就是只要一萬多啊 有搭帳篷的啊 有啊 沒有啦 上次說介教系老爺 然後我說介教系老爺 有游泳池什麼的 他不了解 我就是他住外面的露營車啦 那個很有名耶 露營車其實要等耶 那個露營車很有名 要等好不好 好 老師好 你好 你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這個總統大選 馬上就要到了 那麼最近一次的這個總統大選 就是在明年的1月13號 第16任的一個總統 副總統的一個大選 那每次的一個總統大選來到 大家就會討論這個所謂的選舉行情 什麼叫選舉行情呢 簡單講就是 市場投資人會認為說 在選前會有一些政策性的護盤 那麼或者是一些這個利多的政策 會推出來 所以會使得這個行情 不管是在此處的部分 或者是個股的部分 會有這個突如其來 或者是預料之外的一個上漲 那叫做所謂的一個選舉行情 OK 例如說像 像今年年初的這個普發6000元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這個 所謂的一個政策 政策的一個利多 那甚至接下來可能還有 可能會推是什麼 周休三日之類的 不知道 還在討論 我覺得那都是一些 就是一些類似這種 所謂的一個利多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來 現在距離這個明年的1月份 還要很長一段時間 周休閒你拿了嗎 我拿了 我已經拿了嗎 大家都拿了 有拿沒有到啊 為什麼有拿 給別人的是不是 對對對 他也很難過 好像那種小孩子 只有聽到 沒有看到 紅包的感覺 紅包的感覺 我還沒拿 我要去拿 家裡面有代表人去拿 我可能去拿 我以後在ITM拿就可以了 是什麼時候到期啊 這個不會那麼快到期吧 是年底 因為其實我也還沒拿 你有沒有拿啊 我還沒拿啊 你真的很怪耶 不是啊 你對這些事非常計較的 就花掉了啦 不是 我要等我老婆忘記這件事 那時候請犯 請犯VCR秀成 重播 一直給他重播 我要等他忘記這件事 我再去拿才是我的 你就拿了不要跟他講就好 那個金片 那個提款卡就可以了好不好 所以都有行情啊 你看那6000元 發了2000億嘛 都有行情啊 是不是 大大小小而已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群體行情 基本上 股票應該都展來對 是不是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在過去的一個 幾次總統大選的一個年 這個尺數的部分的一個 這個漲跌幅 我們分兩個來看 是跟選舉年我覺得不準啊 因為以前好像是3月份選舉嘛 然後現在變成1月份選舉啊 對 對好 因為我有什麼記得 因為2004年的時候 兩顆子彈 319 對 對 對 很刺激 老師你繼續說沒事 那年真的很刺激耶 真的很刺激 而且那時候有沒有避險的部位 那時候大家都不相信 不相信會跌停板 這不相信會重子彈 對對對 那時候剛好 那好可能 都收 收完盤之後 大家在午休 還1.45 還不敢騎我 1.45以後 剛收完盤了 對 真的是 好算了 過去了 而且重點是 他其實我跟妳講 那時候還沒有台子騎的夜盤 如果台子騎的夜盤 那個宣洩賣壓就算了 問題是 大家應該這個事情 然後 那時候有磨台 對 就是因為磨台 就是因為磨台 可是量還不夠大 對 然後就是磨台 跌停所使 來造成2根跌停板 對 對 如果那時候有台子騎夜盤 我覺得還不會 那麼恐怖的慢壓 是 對 因為就有人逢低會接嘛 逢低會接嘛 對啊 老師你繼續說 真的是往事莉莉在目 好 莉莉在目 好 好 那個以後你就 Coco就取名叫莉莉 我叫莉莉 好好不好 莉莉 好耳熟 好耳熟 欸我叫小鎮耶 我叫小鎮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好好 不要再講了 我們這邊主持人換得比較多 沒有錯 哈哈哈哈哈 好了 Coco Coco 我要檢討 哈哈哈 哈哈哈 笑著 來 笑著很開心 哈哈哈 好 我們看一下在這個 呃選舉當年呢 在這個家權指數的部分 有漲有跌 OK 那我們看到最好的 曾經有來到 34%的一個漲幅 對 1996年 而且感覺很恐怖 會這樣弄成大漲或大跌 對對對 然後2000年曾經有出現過下跌超過四成 2008年曾經出現過下跌超過四成的一個表現 ok 好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 可能跟政黨輪替可能有點關係 ok 好 但是如果說 講到這個所謂選舉前一年 就要看右邊這個 選舉前一年基本上也是有漲有跌 但是它的一個漲跌幅度沒有像剛剛這麼大 跌到這個四成這個幅度 然後你可以觀察到 上漲幅度大概都有31% 32% 8% 23% 所以整體來看在選舉前一年的 比較容易漲 對 比較容易漲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其實在今年我覺得 不管在前三個月前四個月 您的績效如何 我覺得後面還有七個月八個月的一個時間 大家要好好把握 拚了啦 拚一把好不好 來馬上再看下一個 馬上下一張 ok 好 那講到ETF 因為大家現在 ETF都好幾十檔 台股ETF好幾十檔 總統大選的一個那一年或者是隔年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六檔哪六檔呢 原大台灣50 就是大家所知道0050 然後呢 原大中型100 0051 然後 富邦科技0052 原大電子0053 然後呢 原大MSCI金融0055 還有原大高股息0056 OK 那他們這個一些基本的一個介紹在這邊 這個是他的一個規模 那看得出來就是0050跟0056是規模比較大 那麼前三大持股也可以跟大家大概說明一下 這前三大持股呢 像什麼台積電鴻海聯發科 那麼這六檔元老級的ETF 基本上在電子股的一個這個持股上 重疊性蠻高的 這六檔裡面呢就有三檔是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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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三檔是鴻海 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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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聯發科呢 反而有四檔 這邊有聯發科 有聯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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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聯發科 所以其實 或許在這個ETF的佈局上來看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可能在這個 大型的電子全持股 可能對於這個所謂指數的影響性 會比較高 也比較容易會被這個 拿出來說 這個可能是這個所謂 互盤的一個標的 OK 這個是在這個 所謂六檔元老級ETF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持股的說明 好 這些持股 台積電都是 很多是主要為首 對 所以有人說買 有時候買台積電 有時候買台積電 你其實怕台積電風險太大 你也可以去買ETF 對 這更大 可是唯一的問題是有時候 台積電報酬不好的時候 會影響這些ETF 是的 好 沒關係 好 那我們今天來幫大家做一下回測 回測就是剛剛的六檔元老級的ETF 他們在2008年以來 最近這四次的一個總統大選 他選舉年的這一年的一個全年漲幅 還有選舉前一年的全年漲幅 來做個比較 好 我們來做一下比較好不好 0050 0051 0052 0053 元大電子 0055 元大MSCI 0056 元大高股市 對 好不好 這個你看一天五下最夯的好不好 對 元大剛好以前都是叫寶來 是 其實不錯 滿有高瞻 高瞻元祖是這樣講嗎 對 沒錯 這四個字 高瞻元祖 我怕講錯了 滿厲害的 你看現在都變最熱門的之一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家很多投資朋友都有投資的0050 元大台灣50 那麼他在這個全舉年的一個漲幅 可以觀察到 在過去這四年當中 只有一年是呈現了比較明顯的一個下跌 那其他三年都是呈現了一個上漲 然後平均的一個漲跌幅 來到了4% 對 我個人覺得 像這種就是 在這個採樣 在取樣的一個時間 我覺得這個46.5% 我覺得其實要把它打折 因為它太意外了 我覺得太意外 如果說把這個意外的事件把它拿掉 事實上你可以看 2012年是11.9% 2016年是19.6% 2020年是31.14% 我覺得至少這平均這三個 平均這三個起來 大概應該都會有超過20%的一個漲幅 好老師你可以讓他講 選舉年 對 好不好選舉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選舉前一年 老師講這個沒錯 我們畫個差好不好 我們畫個差 你講的也有道理好不好 他算是比較特殊的情況 直接畫 畫差 對 畫大一點 那選舉前一年的 ETF0050的一個表現 事實上其實就 有上漲6.4%的 有下跌15% 下跌6% 跟上漲33.5%的 那平均來講 它的一個漲幅也有4.48% 這是在元大台灣50的一個部分 那麼看一下另外幾檔的一個元老級的ETF 0051 一樣在這個選舉前一年的一個表現來講 其實也是有漲有跌 但是整體來看呢 它的平均的一個漲跌幅就是小跌 小跌2.14% 然後在選舉當年呢 其實也是有漲有跌 但一樣2008年這個太特殊了 這個跌了52% 跌了太多 那可能是因為它是中型100%的關係 那個股份比較小 對 股性比較活潑 活動比較大 那整體來講 平均大概就是-0.6% 中型100%上次我也搞錯 中型100%是那個 等於全值股 第51名到第100名的 所以它只有50檔股票 50檔股票 那時候一直搞不清楚 所以中型100%加於0050才是 前100檔股票 前100強的全值股 我們來注意一下 所以我講是第51名到100名是 只全值的大小 好不好 然後第一名到第50名 第一名全值第一名就是台積電嘛 然後第50名的 就變成0050了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2008年你覺得這個因為 這個這種股票 中型100就是它波動都會比較大 是的 中型小型個股 你看有時候大盤漲1% 對 有些小型個股可以漲2% 漲停板 你可以看到一些愛設計 漲停板 你有看到台積電漲停板嗎 是 基本上那個10年不知道看幾次而已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要注意一下這些波動 越穩定的股票越難漲 越難大漲大跌 好不好 所以這邊也講完了對不對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0052富邦科技 這個在選舉前一年 基本上也是有漲有跌 但是很明顯 它的漲漲的一個幅度上 就比較大 它光是2020年那一年 它的一個選舉前一年的上漲幅度 就超過52% 哇好厲害 2020年一開始那是疫情嗎 還跌到8523點 從12000跌到8523點 就最後反而逆向 創造52%的一個結果 對 好恐怖喔 那選舉當年呢 其實基本上 跟剛剛的0050 0051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 就排除2008年之外 它後面這三次的一個 總統大選都是上漲的 可是很明顯感受到 這三次的總統大選 它的一個上漲的幅度 都比剛剛的0050 跟0051來的還要多 而且感覺 平均目前展跌幅 副邦科技最漂亮 對 它有10.68% 好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往下看 也有另外的這個電子嘛 對不對 0053元大電子 一樣 它在選舉的前一年呢 基本上也是有漲有跌 但是它在2020年這一年 它是上漲43.47% 那麼選舉當年呢 也是一樣 後面這三次的大選 基本上都是呈現上漲 不過它上漲幅度 就沒有剛剛的這個 富邦科技來這麼大 那指令來看 它是當年的 平均漲跌幅是來到了 5.59% 5.59% 是的 哇這個很誇張 老實在選舉前一年還沒有 還沒有產生嘛 是不是 0053元大電子 對 因為這時候還剛開始發行而已 好不好 那等於是 2008年 2007年 2008年開始發行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好 0055元大MSCI金融 我本來認為這個 這檔ETF會蠻不錯的 因為 就會滿盤揭墨 對 因為 大家就會想說 幹嘛這樣講 可是不對 照理說 大家會會互金融股 道理說現在降息了 那個債券損失比較少啦 對啊 過去其實是想說 大家互盤應該都會互金融股吧 是啊 國安股行跟MSCI金融 應該表現不錯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選舉前一年 剛剛是 通常大家都是只有一年是負的 他這邊是 只有三年 其中有兩年都是負的 對 那導致他平均的這個 漲跌幅是負的4.29% 然後再來呢 選舉年那一年呢 其實除了 2018年也比較重之外 然後呢包括像是2012、2016 都有上漲沒有出 但是2020年 剛剛的這些所謂的科技 電子相關ETF 都是呈現上漲 那反而MSCI金融 他是呈現一個負報酬 所以平均來看呢 他的一個報酬率 大概只有-3.68% -3.68% -3.68% 所以這個都跌啦 都跌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0056的表現會如何 對不對 那麼0056呢 在選舉前一年 假設沒有2008年那一年的話 往後面看這三次的大選 基本上是-12.8% -5.4%跟-29.02% 我個人認為還算是符合預期 因為畢竟高股息嘛 它的ETF基本上 它所謂篩選的成分股 基本上是比較穩定的 好那選舉當年呢 我們看到 拍出2008年之外 你看2012 2016 2020 基本上他們都是正的 但整體來看 我覺得它的一個幅度 也並不是特別的一個大啦 所以如果說 回到剛剛的重點說 假設我今天想要在選舉年 或選舉前一年 我想要拼一下的話 可能以我來講 以我啦 我可能就不會選擇原大高股息 好不會選擇原大高股息 好不好注意一下 這應該講那麼多 所以我們直接結論啦 我感覺 好 因為我看起來 我聽起來 應該是副班科技 0052 真的是耶我猜對了 老師你說 你敏感度很高 你很敏感 你怎麼這樣講 哎呀你這樣講 我覺得你對我騷擾耶 真的喔 你這樣子 你這樣就覺得是被騷擾 對啊因為我敏感度很高 你看口水不小心噴到我這邊來 我覺得有被騷擾的感覺 OK好 那我們來做個簡單結論 就是呢 如果從2008年以來 選舉前一年的平均漲幅最高的是誰 0052 是 富邦科技 他是7.9% 然後第二名是原大電子 對 他的一個報酬率是5.43 是 OK好 再來如果說是2008年以來 總統選舉年當年的平均漲幅的話 第一名也是富邦科技 然後第二名也是原大電子 換句話說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因為台北股市啊 畢竟他是以這個所謂電子股為主的一個資本市場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行情有多投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以電子股的一個報酬率 會比較好一點點 會比較好一點 對 美女人來找你的 來 喂機長你好 我要問問題了 我要問說 是不是我存ETF 我再搭配這樣的策略 我的價差就可以賺到 喂喂沒有 你這位空姐趕快跳雞好不好 沒有啦 跳什麼雞 他要賺價差啦 賺價差 跳雞 合雞臉的雞 跳到你了 好 如果說講 如果說講 如果說講股息跟價差的話 說真的 在這六檔元老級ETF裡面 除了0056它的一個股息殖利率 有超過5%以上之外 其他的12345 這五檔基本上它的一個股息的殖利率 大概就2%到3%左右而已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想要去參與這個所謂的除息的話 盡量不要挑選就是前面這五檔 因為它有可能 因為波動度比較大嘛 它有可能會讓 讓投資人會這個所謂賺了股息 但是賠了價差 但是反而是 如果說壓 就譬如說 像剛剛我們這個回測的結果 我們是挑了富方科技 客源大電子 它所帶給我們的一個預期的報酬率 其實是遠高於 就是所謂的殖利率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不同的一個需求的投資人 可以去做的一個選擇 其實這個是起來有志 因為2008年為什麼那麼恐怖 有此一說 因為都要選舉 就是美國啊 美國總統最後一年啊 擺爛嘛 所以那時候都那些銀行倒閉啊 你看今天拜登 如果今年那SVB銀行直接倒閉 然後不保障這些存款 我看 那明年就不用選了 不用選了 他明年就不用選了 直接保送上去 這是有差 所以說你要考慮到 2008年要考慮到 所以說台灣選舉那一年 通常是他們正要選舉而已啊 美國的年底正要選舉啊 所以有時候剛好年任總統可能會擺爛 所以選舉一年的時候 平均的漲幅有時候比較弱 那是很正常的 你不想賭那一把 那你就賭 選舉前一年 至少他們正 這個台灣總統要做多 然後美國總統 他最後一年他們要擺爛 這是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是我參考的一個想法啦 好不好 所以蠻值得投票注意觀察的 江老師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記住了 就是0052 副班科技 然後我要補充那個319 那個兩顆子彈的事情 他當天期貨是出現兩根跌停對不對 就是單一天出現 隔天又出現 對 連續兩根跌停 在歷史上 就是說技術面的領域裡面 不是經濟因素造成的下跌 跳空缺口叫做五個字形容 叫做無座駕跳空 沒有主力從馬在裡面 上下起手的大跳空 那通常這個跳空呢 歷史上所有的無座駕跳空 通通會回補 所以你自己去回顧 包含了兩顆子彈 包含了911 然後921有沒有 股市都下跌 那個缺口後面都會回補 所以我認為 萬一未來還有類似這樣的情形有沒有 無座駕跳空出現之後 那是一個很好的自勝的機會 一聽就知道你們兩個都是很廉展的 對啊 911 921很多都沒有經濟過 可是重點是 這個代表 因為我們現在福利社很多年輕粉絲 如果以後看到一個跌停的 你反正想是不是應該另一項加碼 這可以加碼 只是我認為啦 這種如果大盤大跌可以加碼 可是加碼最好是加ETF 用力買嘛 對不對 我的想法 老師你覺得呢 你感覺你不自可否 你覺得呢 我過去也有曾經像剛剛老師這樣子 這樣子想過 可是我後來發覺tempo上還是要 如果是市場上沒有 如果市場上面有恐慌的一個心態的話 我覺得這個介入的這個tempo要稍微放慢一點 慢一點點啦 不說別的 我們說那個奇惑天王上崇雲 他那時候就快趕快破產了 對啊 沒講是他講的 對 啊你不用講這一段 你媽有動 不過後來 不過後來他有翻身嘛 有翻身 有翻身 所以剛剛江江老師說的那種 就是在任何非基本面因素的 這種所謂無作家的跳空 基本上都在 根據我過去的統計 大概一年之內 他那缺口都會回復 啊是一年之內 所以你們兩個講的沒有差別啊 就是我覺得可以買 可是你要做 可能量 可能量量力量力而為 然後你要慢慢的加碼 不要一口氣 然後絕對不用融資加碼 其實不用融資加碼就不用想那麼多了啊 好不好 你不要放大槓桿 好不好 基金老師你什麼想法呢 我那個想法就是 期貨沒有辦法等一年 期貨只有一個月 所以ETF嘛 ETF嘛 那我剛剛看的話 其實要是我今年選擇的話 我也會選擇0052 那如果是2020年選擇的話 我可能會選0050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發現 這一波來講科技類股比較強 那2020年那一波 因為塞港缺貴問題 航運類股比較強 如果你買了科技類股 就錯過了航運的行情 所以我覺得今年來講 我會比較選擇科技類股 科技類股好不好 老師 今年科技類股 AI概念股可能會比較強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總統大選權 哪一檔ETF會展 我看維泰老師我感覺他對319槍擊案 他非常的感到痛苦的回憶 我感覺出來非常不開心的回憶 剛才這樣很開心 猜到你的內心的想法 他到底可能加碼擺得多到 我都知道他們的內心很遠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那個陳彥老師 講到2011年 他會很痛苦 我都知道他痛苦的年份是什麼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晚事過去了 就成就現在維泰老師 開心的維泰老師 就不講了好不好 都養份 都養份 所以你看我們分析師看 維泰老師 信守臉來告訴你 那個2004年兩顆子彈的故事 你看馬上我們就 20年18年功力 然後嘉嘉老師在跟你講 921大地震 然後那個911事件 那個再跟你講 30年的功力 你看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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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勁絲勁絲勁 搞得我褲子 不是我是說 褲子我要穿好 要穿好 因為要前輩 絲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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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好清楚 字不要打錯好不好 所以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四交學影片 狀況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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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才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看歌 然後歌神 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周 瘡狂股 想先到 開始搶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散發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去哪一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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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地的經驗真的痛 非常幾率 我其實看了我好害怕 在雨中 拍幾下 OK 這沒錯吧 右邊是誰 賣酒奔 賣酒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我來說 瘋狂股市福利社提前告訴你 這找到了嗎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早一早就回想八點檔刀券 關注解滿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